各位立正的同仁 大家好 好 高興再次大家見面 今天的主題大概是講IPC 還有它的歷史以及它這個組織標準部分 是什麼樣的一個構成形成 我們拿到這個我想 我剛才有發下去這本標準IPC A60的標準 我剛才有講了 它有分最早期的A版本跟B版本兩個版本 到現在2006年我記得是2006年 是一個最新版本叫A版本的 然後它有翻譯成中文版 所以我這邊有一份中文版 所以我先帶了三本版 一個A版本一個字原文版本原英文 一個是中文版 一個是2012年又重新制定的最新的版本 那這個IPC啊 我就想到我以前啊 作業務的時候若干嚴解 在公司作業務的時候 那我有一個還不錯的客戶下單第一年 讓我覺得很驕傲 可是呢 就有一次遇到一個狀況 不過那邊他的客人就發現 在好選端子部分的話 好像有一個連結上面不是很穩定的部分 就是要我們來提出一個改善對策 好像蘋果人都知道 我們就提了一個改善對策出去 後來他們不是很滿意啦 因為好像沒有一個標準在 可是在那時候公司 雖然成立十年 那這個技術部分就是有一些資深的 或是在其他其他公司做過這行業的 他們說就像食譜傳食 土地這樣子傳傳到下來 那其實資料誒 所實在就是這樣做 根據這樣子做了很多年 很多客人也認準 可是咧 這個發行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是要我們要求 有沒有 第一大廠他們的一個標準是在 是怎麼去規定這一範 規範這個東西 因為大廠畢竟他們這個研發實力 跟他的resource比較多一點 第二有沒有第三方的一個主持 這時候誒 我剛才也說的 是這時候的結話 這時候誒 我們無論如何是沒有辦法提出來 對不對 那 經過了好幾週的時間 慢慢慢慢的 雖然這個事件啊 他落幕了 可是誒 他也不在新任務 於是我就去上網去找一下 因為我找了 原來有IPC這個主持人 好處在 他有規範這個線材的部分的標準 的品質上面的標準 於是我就把它去上網去購買 那時候就去購買這個標準 自己做study 可是誒 在英文部分呢 看得懂 但是我們也知道 即便有些中文 沒看得懂 所有的字 可是都成一個字 句子的時候 你也不一定了解它的意思 所以我在去年這時候 就去IPC 他們組織去上了課 那上完課之後 才取得CIT 那待會我會介紹 什麼叫CIT CIS NIT 又是什麼 那上次我大概有簡單介紹過一次 這次會再詳細介紹一下 取得CIT 那可以讓 把這個IPC這樣的一個標準 交錯給我們公司內部 那因而在那之後呢 我們公司開始follow IPC的這樣一個標準 讓我們的品質呢 可以更上一層樓 那我常說ISO就像我們的學科 IPC就像我們的樹科一樣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 大城沙拉有的事件 其實大家有時候有人上網看一下 都會怪什麼 你不是有ISO901嗎? 你不是有GMP嗎? 那其實GMP我已經申請過 那騎過來了 GMP不是什麼醫療藥廠 那你申請你這個做線材要申請來幹什麼 欸 其實台大店有GMP欸 那不是你現在做POWER幹嘛GMP 其實它是一個做醫療儀器的過程的 一個系統的品管的控制的過程 其實如果說你幹 我常常說有GAP基因GAP基因 像大吉沙拉有 你丟一個有多個東西進去 反正你按照那個ISO那個文件 你再找我該記錄也記錄啊 該清洗鍋子有清洗鍋子 該做什麼有做什麼啊 那它也不會管理到底是不是有害物質 當然就是要看良心啊 所以說它做出來 你符合ISO沒錯啊 是不是 所以說這個東西大家會把這個ISO 這個系統有時候會有些誤會 因此我來說ISO是一個別的 SUG就是這個IPC的部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介紹IPC成為一個宿舍 這真要不要 彎一下 對 很清楚 這樣才好一點 IPC是在1957年 有北美六架PCV的 最早IPC四道商所發起成績的 最初叫 Greed Greed Circulent 這叫 印製電路協會 或印刷板的電路協會 看 最早出版是IPCA600 然後這個版本 電路協會接受的一個標準指釋 到了 因為在1967年1976年的話 出版第一份 印刷電路版的市場研究報告 在IEC部分 最後他們在1977年1986年 也接受ANSI的認證 那ANSI大家如果是有知道的話 它是印製電路協會的部分 蠻大的一個標準 那在1987年1996年 定義的EMSI這行業的 再來 它是在1997年 在中國有成立一個辦事處 到現在 他們現在進行在拓展中國這個市場 希望把這IPCA 把拓展到 這個所有 因為大家都知道 電路 對 中國大陸是一個 製造的一個工廠 什麼都叫製造工廠 那希望在那邊拓展 推廣到所有 那它裡面也有成立一個設備製造商 還有焊料 無線化的一個委員會 那這邊我也在跟ITC他們在討論 台灣不管啊 因為它那邊的工廠現在負責在推動著 也算類似 像執行長這樣子的一個 的人喔 他是台灣人 他早期在 他在好像在一家蠻有名的 我們叫L開頭的做印表機公司上班 後來退休之後 然後被往後進來 那他早期台灣的話就是 只在跟PCB版協會 做一個合作 PCB版協會 可是PCB版協會的話 他可能自己的業務喔 所重在自己的業務 比較不會 這個因為他合作而已啦 所以他比較沒有去推廣的很好 台灣現在大概有40家銘盒 還有我們40家銘盒 那我再跟他談說 那其實這些 台灣其實是精英啊 對不對 像各位說是精英 那應該大家這些members啊 定期要舉辦一個交流 互相交流一下 討論一下 因為可能一旦你有去參加 有去上過課的 那他就有一個group 一個討論的group 所以說你有任何的問題 任何PG卵上面 遇到的問題都丟上去 那大家不想討論 那可以創造出更多的解決方案 或者說因為他IP其實很多很多的標準 也不可能每一個都看完 所以說裡面有一些專家 像老師啊什麼他就會回答 那待會兒就會看到 大概有哪些標準 那在台灣的部分就希望 在明年度可以成立 那我會如果真的成立的話 你們如果加有members的話 我會再邀請各位一起參與 那這邊的話他在台灣這邊也在發想說 是不是也成立一個像Seminar的技術研討大會 讓一些大陸的廠商 當然這樣就可以好交流啦 大陸廠商給他們一個故事 然後就像這樣開的一場會 來介紹或介紹一些標準 那接下來底下的我們不同的廠家 互相交流一下 又有這樣的規劃 好 那IPC提供哪些服務呢 其實就是協調群有合作 開發行業的一個標準 那讓各行各業 自我電子產業的部分 可以依照這個標準 有一個溝通的標準 這樣才會有時候 我會遇到有些國外客人 有做國外業務 有些國外客人 他也未必很懂這一塊 所以說他們的要求 有時候是比較 有時候不是不能達成 你可以達成 但你成本會很高 其實也不需要要求到這麼高的一個境界 那如果按照這個IPC來規範的話 基本上品質可以達到一定的程度 你的成本也不會至於太高 那IPC它的功能作用 它也是這樣在這邊 第二 提供針對工程基礎人員的標準培訓與認證 那獲得更高可靠性 具有重複性的指示結果 操作源與品質檢驗人員 之間有一個溝通的一個標準 溝通的一個媒介 根據這個透過教育訓練 就像我去取的CIP 我就可以把我所學到的東西 還有簡易的部分 把教授給 因為它還有附那個 考試的考卷 那你還可以拿這個考卷去考 下面你的作業員 讓它們看它懂不懂 例如說漢階 我的漢階 我就教他漢階 除了漢階 除了漢階才是最標準的 才會看起來才會有空漢去看 就有一些考試 它就有一定標準的考卷 蠻好用的 它怎麼樣壓鑿 你再打這個壓鑿的時候 它的標準在哪邊 在從事這方面的作業人員 就有相關的知識 所以它所做出來的東西 就有一定的品質 再來就是提供 分享市場釣燃的部分 因為這個 因為它不用釣燃 就是市場調查的意思啦 它不叫釣燃 對 我只是把它轉成單體而已 那提供電子加工啊 PCB啊 基材啊 工藝耗材啊 焊料啊 設備等 這方面市場的一個報告 再來 提供電子行業、技術、商品交流 一個平台 就像我剛才講的 大家定期有一個聚會 加入這個Members之後 大家有一個討論區域 有什麼問題 如果在討論區域大家要互相交流 讓我們的技術 還有品質可以更新鮮 那最後 為電子行業真正提供一個辯護 那就是說 它有這個標準的時候 而且它這個很多標準已經背 好像 軍規、航太、所認可 因此 如果你用這個標準的時候 客人比較不會去Argue你 你是不是自己隨便亂做 你有沒有那個根據 就像我剛才開宗迷你都講的一個故事一樣 你有沒有從大廠來背出你所做的東西 是對的 你為什麼這樣做 是對的 如果你follow這樣一個標準 那這個標準又被很多 好像軍規、航太、所認可 相同的 你的所做過的品質 是一定有一定的程度 好 IPC標準 那為什麼使用IPC標準呢 那掌握最終產品品質的可靠性 然後再改善與公益商的公司 原封之間的溝通 透過這類的一個標準 來得很容易的達成一個共識 剛才也講到房主控制成分 好 那如何應用這個IPC標準呢 第一就是建立系列內部的資料體系 首先透過我們台灣的教育訓練部分 我所學的教導下面 那下面也透過他的一個標準的教育訓練的流程 還有考試什麼取得證照 好 達到品質上面的一個水準 好 管理供應鏈質量體 那這個東西也可以拿去規範我們的供應鏈部分 就像如果你們是了解這一塊 如果我們不知道 像我們是工藝商 照顧說這位置就按照IPC這樣的一個標準來試做 這是比較不好的就可以有一個多空的橋樑 一個水準跟品質 那IPC這個標準呢 體積涵蓋的範圍有哪些 企業研發的標準 它有一些設計上面的一個主則 還有企業品質檢查的一個標準 還有生產的一個標準 那軍規的部分呢 它IPC與NIL還有GJB還有GV等各種軍規標準均有很大 它就有很深的一個源源存在 我感覺他們其實也互相認可 在專業上的標準 在電信航空 汽車等等 它也互相認可 那其他行業譬如說JDC啦 WHNA啦 WHNA其實就是 大家如果有看到那個書上 有寫WHN 也就是YHONNESS 我們有的Facial Association 它是一個專門做YHONNESS的組織 那IPC有跟它合作 這個組織專門在制定YHONNESS的一個標準 跟它合作 它所制定出來的這樣子 我們也是他一個會員之一 那IPC有標準體型技術 首先它有資料傳輸還有定產品的部分 IPC的2581啦 2610啦 還有設計人 還有2220啦等等 那印刷電源板有4101啦 4104啦 4202啦 4203啦 然後一個規範就像IPC 印刷電路板的規範技術標準就是 601、6012 印刷電路板驗收的條件 是IPC-A600最早 再來按揭的標準是JSTD HP001 那遠近可以接受了一個標準是IPC-A610的部分 再來是在線的部分就是IPC-A620 那最新release的標準是IPC-A630 那630是什麼 我們公司有 所以你才買進來 然後上禮拜才買到 買進來 他在講像我們做電子產品 這殼子的組裝的一個標準就是 你鎖螺絲的扭力的大小 以及你線材外露外觀的部分等等 雖然它業縮不多啦 可是我也遇到過我們鎖殼子啊 那個東西客人覺得你鎖得太重 可是我們覺得你鎖得很緊的 那要多少扭力大家填不出來 那他在裡面就可以做一個標準的規範 那最好我們就可以跟我們的作業員 來跟他講說 你要把你的電動器的扭力 調到多少的程度 因為你太緊說實在也不好 太鬆你也不太確定不對 那裡面就可以規範在 那旁邊的人有一些 我們來扶住的像是1751材料的發明 高速刀屏的部分 2141還有表面處理的電汽測試的部分 9252測試方法 那個圓件的部分 還有一些這個是力階 IC和接種的一個方式的一個標準 然後重工的一個標準 那可汗清的標準 一些半分設計的紫蘭 還有組裝材料的一些標準 和我的部分同波標記 那我比較懂得就是 我最終的一部分 其他部分 就可能各位比我還清楚了 好 再來是內部品質控管部分 從研發到加工製造 質量清澈 那這些的標準所對應的部分是這樣子 大概看一下就好 好 工業品質管理部分 它是透過這些規範來規範我們工業品質的部分 它有這樣的一個架構存在 這個大概 我覺得檔案給大家 其實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那這個大概是說 因為它50多年來IPC一起致力在這個行業上的標準等等 還提升 像NASA也有這樣做一個合作的 也正確下我們採納IPC標準 作為電子產品生產的標準等等 例如說IPC-D275取代了 Military Standard的275 IPC-4101也取代了Military Standard的13949 還有這個部分 他們已經有互相龍頭 所以說我們如果採用這一套IPC標準 基本上像這些他們以為的認可 像專業領域的部分 我們看到這一個IPC-A6 有STATS 這是有關的行派部分 會發展行派的部分 特別在制定 就是說是在Telecom的部分 他們也在或是communication的部分 通訊、電信、靈管制定有特別的版本 他們有根據不同行業特別的在制定出來 那IPC它的品質觀也分為三級 這非常重要 那這三級裡面啊 他們是有這樣的一個 當你們看到這個文件裡面 它有分class1、class2、class3 那class1是等級比較低的 它屬於類似消費性產品等等 那class2的話它是等級稍微高一點 就是要長時間使用 那class3的話 它在使用當中是長時間使用 而且它是不能停灌電的 譬如說那個太空桌發射的 中間不能線不能斷掉嘛對不對 那就慘了 那糟糕了 那這個可能是class3的等級 那它的品質規範 大概有分四種不同的一個條件 第一它給目標條件 它在這個標準上面 其實每一章節都會有一個 一開始說明 譬如說柴線它的一個標準在哪邊 它的目標條件在哪邊 那但是你在製作當中 會發現一些不同的品質問題存在 它就有分class1的時候 可以接受的一個條件 Cass1可以接受的條件 Cass3可以接受的條件 那一般來講 這邊Cass1剛才講的消費性產品 所以說它的等級就是比較低一點 就是它的接受的條件相對低 它的要求相對稍微低一點 那缺陷Defect就是說不行了 NG的意思就會在這邊它相對的 因此從這個表格來 這個圖來看 Cass3可以過的 Cass1、Cass2一定可以過 Cass2可以過的 Cass1一定可以過的 但是Cass2可以過的 Cass3不一定可以過 它在這裡面記載說明 說得非常清楚 那所謂的製程警示勒 這個Parsing Detector 它的意思代表說 當發現這樣的狀況出現的時候 你們應該要去監督生產過程當中 是否有問題存在 是不是應該立即要停止 所以你調整這個機台 告訴你人員 是不是要做一個調整 它達到Settle這樣的一個要求 所以智能檢視的話 不一定要停工啦 那只是說要你要去監督而已 有可能會發生重大物件 那這個是可接受性的 它會按照圖來說明 那我們在看這個標準 這個書裡面的時候怎麼看 圖其實基本上它會稍微把defeit的部分 NG的部分比較誇大一點 讓你看得比較清楚 基本上是以文字去處為標準 再來以客戶的標準 客戶如果制定標準 當然以客戶標準為優先啦 如果客戶沒有制定標準的話 又有這裡面照裡面講到 你要讀了3F 所謂3F是form、bin、function 那待會接下來的成為主題 會把它講清楚這什麼 這3F代表什麼意思 這大概講它的這個IPC標準 因為管理 有很多資料簿啦 什麼等等 後面部分 這後面部分我大概就 就是講它的協會 一個制定的流程 一個工作流程等等 還有介紹裡面組織層 我就不太介紹下去了 好 到現在還沒有什麼問題 後面部分就再介紹 好 到現在還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 我們就來介紹這個 真的來介紹這個 IPC A60這一塊 那 它大概有分8個模 那每一個CIS 它一定要 或CIT 第一個模組一定要 study 但是呢 CIT是所有的模組都要study 那CIS的話它是 第一個模組一定要study 就是你要去上課課 其他根據比如說 它是做壓早的 那就上壓早 那一塊它如果是採 它是採接 它就上採接那一塊就好 所以 完全不同 反而不一樣 那CIT音樂全部都要教 所以說 都要去上所課程 然後經過一個考試 考過之後 才能取得那個徵兆 那這個模組 我是為了學習之後 可以知道 IPC代表選 好 這樣規範怎麼去看這個文件 那今天講的這個模組 會稍微仔細一點 那接下來 因為如果一旦了解它的架構之後 那其他基本上 就把它當作一個工具文件 這樣子去看待 有問到問題 有什麼再把它拿出來翻一翻看看 可是你有經過一個 看過的時候 大概有一點印象 之後 再去翻的時候 會比較快一點 好 那這剛剛有講到 那CIT 其實IPC有分三個點 NIT CIT 還有CIS 那CIT就是IPC認證的一個 培訓員 就是一樣 那CIT就是IPC認證的一個專家 那培訓員就是一樣 就是在一些那種種子教師的 那專家就是 會就是了解什麼 正確操作作業員 那CIT可以是經理、監理啊 這個都可以 反正 作業員、行政裡面等等都可以 好 這邊講到 這個 他這個 認證 他會發一個證書 這個證書是跟著人在走 一旦你CIT取得這樣的證書的話 你到下一個公司去 Maybe啦 到下一個公司去 也是可以拿這個證書來證明說 你有做過這樣的培訓 可是CIT的話 當然也是跟著人去做 可是在中國大陸的規定 在原本美國的規定是 CIT不能是可以幫其他公司做一個training 然後可以發證 可是因為在中國大陸 大家偷棄摸摸 這種就隨便就來了 就好 我們很好嘛 麻吉麻吉 都會做生意 就發證給你 代表說 你有CIS 你有這樣的證書 所以我們現在在中國大陸規定說 CIT是不能幫其他公司做教訓 而且不能發證 這個發證是你要考試後的考卷 連同他 每一個CIS要去買這個標準 他必須要有這個標準之後 連同他上課的考試卷 發到他們的美國總部 或是大陸的總部 他才會被發向的證書來證明說 你真的有那個條件是CIS 不然你就沒有那個條件 所以他其實也有蠻嚴格的 他不是說你隨便發 尤其大陸那些他們管都會嚴格 因為大陸常常是自己隨便發 那邊發的 大家都有 然後因為已經有這個證書之後 就跳起 搞心者就跳起 那在大陸他們有在舉辦一個焊接比賽 焊接比賽 他是群球群 他會更不會排出的 然後再去蘋果那邊做一個比賽 那像這次得到冠軍也是 大陸的某一家企業裡面的焊接音樂 他也因為這個焊接比賽的時候 他從一個作業員直接跳到很好的課長去 因為他焊接的品質、要求、可能速度 達到要求 所以他可以再教我其他人 所以他有一計之長 我剛才講了 馬久安是必修了 所有人 所有的CIS、CIT都需要來上課 但NIT就不用講了 他又是另外一套 他來教你CIT 所以他又是另外一個專業的部分 好 那我剛才有講到有總共八個八九 那這個 我希望這今天跟下一次總共四個小時 有機會啦 可以講到八九六 希望啦 因為後面資料還有滿多的 希望可以講到那邊 那如果沒有講到那邊的話 反正你第一章如果懂了解它的規則之後 之後咧 反正你這東西 你上網搜尋一下 炸入很多 可以翻證一下 還是看得到 那不是所有它裡面標準 像我最近在找高頻、高速的東西 都找不到 標準我也找不到 即便我是他的會員 所以我也沒辦法下班 那個是要買的 好 那Mardule換是講什麼 就是一些它的規則啦 還有一個行業 就是Wire Annis 這行業的一些設計上的一些標準 還有它一些軟件的一個原件運動 現在就是測量 什麼測量 還有測試的一個方式 Mardule2的話是講 兩些理分、兩些端子 還有刺破的部分 893是講探接的部分 894是講連接器、連接、還有射速承型 我們叫壓母 有提供的射速 那第五叫顯接的部分 第六是標記、還有頸部、還有綁線 這部分 那第七講 我們都變了 第八上次我講的 那個 我們沒看過那個落線 這個我們要講 每個Mardule都成績到高於70分 才能取得到CiX的證書 好 它可以補考 那現在認證有效期 已經是兩年了 所以就是兩年之後 我還要去補考一次 那一樣CiT也是兩年 兩年之後 我還要去補考一次 看你有沒有了資格 可以再教授 有沒有了解錯 因為怕中間就沒教 每次這樣就蹦蹦蹦 那你還拿個證書 如果其實那就沒有理由 就有這樣的指南 講一些總統的補考 這剛才有講的是 他這一套IPA60跟WHA一起合作指定出來 那這個標準描述了壓接機械頸部 所謂機械頸部部份其實是 我們壓接有一種是車床衝出來的端子 有一種是車床車出來的端子 他們所謂的機械頸部 有一個英文叫 Canning 有一個是車床 因為它把它直接翻過來 或是探階部連 測試有接受的標準 極限來限速裡面的 塑緊的相關的標準 那怎麼去閱讀這個文件的方法 它有一些圖片 然後還有旁邊會有些個背 class1、class2、class3 是可接受、不可接受 或是MG的狀態 會有一樣的一個浮光在裡面 那裡面說講到的數據線 就是Cable跟Wirelines 它們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它會被互換 好 那 在class3的產品 它有一個英文 它是應當 或是中文版它寫應當 然後英文版的學 這樣的字眼的時候 就是說 這一個 第一 class對應就是這一個 應當設定的一個標準 就是它條件 如果沒有 或是條件這種 class3是NG的 可是class1、class2 可能沒有講究 沒有規定 沒有規定的話 就是個人去 供應商跟客戶之間 所定的一個標準 來做一個制定 再來就是根據 3F 剛才講到 form、fit 跟function 來看 是不是可以過 如果已經建立此系統 它應該 class2 來秒數 作業程序的控制 還有 限定的一個範圖 所以它的class2 如果 已經有建立的話 它如果沒有取法的話 那就是2和3 那就是不確定的 它會這樣講 我們share1 然後 這個是指到這邊 因為這邊沒有放範例 它在那個 這個 書上 之後有寫 這是寫 1 2 所以大家看到 這個字眼 它是對應怎樣 對應 有點不自 看這樣的字眼 是比較不容易了解 所以為什麼它說明 可能剛好買一本 這個 兩條去翻 來看 才比較容易了解 都可以拿去參考一下 我看一下 我記得我有貼 我記得我有貼 貼到 所以要我買這個 然後 我記得有貼 這個 這個 怎麼可以很快 為什麼沒有收 稍微 這個大方路上一些 檢體 要讓文件盪下來 就是 那方面 覆核法 對 那這個是我們 我們自己把掃描一下 然後 我們自己做 這一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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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一下 掃描 自己聲 好 例如這邊 在這個書本上 它有一段這樣的文字 它有講說 腳線跟這個裁線的需求 然後它描說 當你做這個裁線的時候 應該要怎樣 所以如果沒有做這樣的話 對應這個 CAS1是否配 CAS2是否配 CAS3是否配 如果做怎樣的條件的時候 它的3 這個3 然後對於這個3 在執行CAS2這樣的產品的製作當中 你算是否配 可是你在執行做 如果CAS1這樣的產品的時候 可能是沒有建立這樣的一個條件 所以說 這個到底有沒有算NGA 跟客戶之間的一個 定義的解標 如果沒有 客戶沒有規定 然後再來就是根據3F 這個條件 你來看 這書實在這個聲區 沒有 右邊 這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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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個 那個是哪個 這是B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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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 後比這個 我這個少拿著A版本 所以 對 A有這個 那B的話 它現在大概是寫法 它直接寫這個D 因為它這樣 對照 對照過去 它現在就寫D1 D2 D3 寫這樣子 那N就寫N1 D2 D3 這樣寫法 有沒有 它上面這樣寫 所以它用這樣的來代替 旁邊這樣 對照 它覺得 對照比較麻煩 它會對錯 所以說它現在新的B版本寫法是 D1 D2 D3 N1 D2 D3 如果 Acceptible的話 就是 A1 A2 A3 A 代表B 現在是這樣子寫法 好 這個 這個 很重要的說 你要真的了解它怎麼寫這個 不然你看到這個 我真的 哇 不知道它什麼意思 那你就不了解那個 像我們所寫的那種標準的一個 譬如說 你看到 這個塊體型不行 那我現在執行 class2 我考慮3的 到底 可以 可不可以接受 我是不可以接受 這樣子 好 好 那這樣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樣有沒有什麼不了解 可能沒有啦 看到這個應該會比較了解 剛才講 D1 D2 D3 可能就是要看一下那個新的B版本才知道 那根據需求啦 那再來看 就是要做SPC 那基本上 我們公司有TS的話 然後我們在汽車間 做SPC的 特別跟我們分析 那其他部分的話 就會可能 會有要求 再來做 所以各種程序的控制方法 那這邊有講到 用來設 用來設 用來計畫 實施或是評估生產 這個 YINES QR 整個理 過程當中 這些 控制程序的 文件什麼 class2跟class3 應該要建立 沒有的話 就有了 那class1 它是說 就是 NOT ISMENTO ISMENTO 就是會建立 跟客戶方面 跟客戶方面的 一個溝通的協調 部分 那根據不同公司的 運作模式 或者在相關 相關的製程 控制部分 來做 一個要求 就是剛剛其實在講說 可能不同公司 它有不同的要求 所以我們再來做 做不同的要求 它有可能比IPC更嚴格 就是你跟客戶之間 你跟這個供應商之間的一個協調 他願不願意這樣做 那這邊 那種QR是強制性的要求 應該要 必須要 好嗎 那它會 當QR表示要求的時候 至少在某一集 有覺得 零件方面會多一個 我剛才有 會多一個像這樣的一個 文字方塊出來 那所謂為建議的時候 我剛才有介紹的是 客戶或使用者 或許需要建立這個標準 那或許的意思就是說 可能自我要求 公司可能自己想要建立就去建立 或者在跟客戶之間 有一個溝通 對我的要求 對 而我是 這個字眼 就 代表說 按照一般行業上的貫通 來自行就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面 有這樣的字眼的時候 就是它的一個描述性能指不在這裡 特殊設計 那當然特殊設計就是特殊的標準 剛才有講到特殊要求 特殊要求 根據特殊要求等等 那又或者說 像現在我有準備像IPC來提 就是提供一些標準的一個顯現的規範 因為它在後面壓著的部分 說實在沒有非常的精確 它在B版本有稍微再精確一點 所以A版本根據我的調查之後 在不同的端子 壓接 就是說 圓形單 外端 噴端子 它應該會follow 這個標準的拉力 那這個東西的話 就可以跟它去來提一個改善 那它會根據它內部討論之後 MJ可行 它會接種你要求它吧 那所謂那個標準把它找出來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壓著的部分 就是我們現在壓著的部分 熱心 多間的部分 嘩 こちら也會有很多部分 有些量可以 WAIT 好啦 hé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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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系列Follow486A嗎? 答案是錯 因此問了之後我們就把它歸納出來 像這樣子 Cast1、Cast2的部分 在這樣的快速端子是Follow486A跟B 像這種所謂租交接線端子前接的語法 是用186C 那一般的Touching的端子是Follow1977 像這種的250端、187端 這個系列是FollowUR310 Cast3的部分的話 就發了另外一個形式的部分 一個壓界的一個標準 這邊是講312G 它是拉力多少到Gage的部分 拉力應該要多少 因此我們就把它組合出來 我們就是用最高的標準 像0.8、1.0 這是我們所現在所 Cast2是說自己的一個標準 拿去Cover是所有的 這樣比較好去瞭解 譬如說遇到這個端子要Follow這個 遇到這個端子好可能 有時候有些作業員他不是很動 這個東西的時候很容易出錯 那當然我們有講 我們就把它唸出來之後 比較好 像486A的話就像這樣的端子 Follow486A的端子 那486C的端子就是像這樣的 新鮮的端子 1977的話像這種端子 你這兩天是在這裡的部分降臨的地方嗎 沒有 這個再往上往往上去 那這個部分是 那個我們最後把廠舟問U-L 因為他這裡面講的不是很清楚 對 那我們一直覺得疑惑的地方 不清楚 那為什麼又最後 U-L197他在講這個標準 U-L197講的連接器的部分 他有製定他的拉力的部分 所以這個在你們公司那一個網站那邊上 對 當然我這個也可以給你 就是我自己弄的就沒有感覺上問題了 對 那U-L310部分就像這樣 惡靈端啊 什麼是七星端啊 等等 那機制連接的部分就像這個車輪或長側面的部分 那銜接的部分像這樣子 好 來分辨 那試過了 我們大概有講到像這樣子 那這邊再來有講到 之前我們有遇到一些問題就是 多條線加找在一起的時候 應該PALO怎樣給我標準 那基本上是每一條都要拉 每一條拉力都要拉 然後呢 他在V的版本也有寫到 最細的放在最下面 最細的那條放最下面 除了再往上面 而不是細的放上面 那我想他們這個都經過一些實驗過 就像我們這樣子遇到 我們就擺進去了 對啊 如果壓倒了之後 哇 最細的水裡拉就掉出來了 那有可能是受到 因為我們大家知道 壓接 那那個決定體其實有一個厚度存在 這厚度導致說 它那個跟心線啊 尤其有一個高度存在 所以說那個好幾條的時候 被壓到這樣的時候 有可能裡面所含的線那一條 即便它撥的長度是一樣 那一條就沒有去含到 那個鬆動 那要放進去的時候 它的形狀 這多心線的形狀是要先壓扁或是先卷 這個會規定 它沒有規定 所以一般你們現在在座就直接放進去 對 放進去 它裡面也沒有規定 它裡面只有規定說 細的它翻最下面 在B版本 A版本沒有錯 如果A版本裡面沒有反規定 那可能他們也發現到這樣的問題 對 所以它在B版本的部分 但B版本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幫 中文做一個全面性的教育訓練 因為時間性問題 所以我有看到 那我這邊會跟我們工程做一個建議 跟我們製作現場做一個建議 建議他們要細的盡量放對下面 那有時候太多心線的時候 你擺的時候要擺那東西 坐一圓 哇 太好擺了 這個我們也會考慮到 要不然就是你卸那一條 要撥長一點 讓它可以看得住 不要被走開 這個是 真的出來的 這樣一個 會比它原本的 來個 像它這樣 完整 那當然 在汽車行業 有汽車行業的一個標準 在B版本它有制定出來 均規人有均規的標準 汽車有汽車的標準 在上次的講義當中 我們也有講說 壓早分 我上次應該 你們應該有看到 好 那我真的丟一步找 沒有辦法找啊 讓它被實驗 好 再想要特殊設計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可以打這標準技術來 給IBC讓它放在這邊 好 現在是11點 那我們休息5分鐘好不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這樣 這個也要快點吃 上次的一碗飯吃